昨天见了这个鳄鱼七弟 游客立马就多了不少 现在问题就来了 动物园里没有商店 这个不行啊 商店是一大引力项目 必须不能少 正好观察西边还空着 咱们就直接来上四个 纪念品店 饮品店 和披萨店 汉堡店 满足游客的所有进食需求 外面别忘了加一个商店外壳 看起来高大上一点 OK 四个商店是完全足够的 然后将一些植物修饰 哎呀 这就已经有游客不自觉了 赶紧上垃圾桶 对了 商店店员是有的 但人家还没有住的地方 再来安排一个西员工区 这里就是商店店员 换班休息的地方 咱这想的够不够找不到 广场西边可以来上三个野餐桌 折棚也是很有必要的 挡挡阳光 挡挡小雨啥的 怎么样 这个小广场也挺不错的吧 游客来的真利索 这就开始排上队了 买完饮料食物以后 在这小野餐桌上惬意的进食 可谓是非常的享受 这垃圾呢也得想办法处理一下 不然待会游客投诉了 来个清洁工 专门负责这一片区的卫生 扫扫桌对吧 清理清理地上的垃圾 有时候光看这动物园里这么多游客 咱这心里是什么能满足呀 那广场西边的美食区就搞定了 这小孩是啥情况 哦 尿急了 我的我的啊 光想是准备吃喝 哦 给人家建厕所了 那就在这边吧 来一个小型厕所 喝完饮料尿急了 直接拐完就是方便的一匹 好了 现在你们看到 就是目前动物园的全景了 接下来咱们继续开整气地 这好不容易继续开建 这些生活的动物 废话不多说 先把气地范围圈出来 这路呢就直接通到这边 连接上上次建造的圆弓区 当然圆弓区之后肯定要扩大 不然养个海豹和海龟 其实我想养大鲸鱼 但是面积不够 对了 想看鲸鱼都把响给摔在弹幕上 当当当当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建设 气地出兴已经出来了 右边这块我准备加水 造一个水下斩渠 游客可以进入水下光看游泳的海洋生物 咱们先把路修好 这两种动物需要的空间不用太大 但深度肯定得高 所以这里是挖的比较深的 把地下的玻璃给安装一下 然后调高一下高度 到达地面就差不多 用石块制作一下地下的墙体 这样又比自然地形看起来美观很多 其他地方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OK 全部挠到背后 另一边也是 特别是楼梯这里 这就比较简单了 跟拼机木似的 封顶还是用自然地形吧 围栏封好以后就可以加水了 有一说一 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吧 这边算是一个深水区吧 海豹海龟可以在这里游来游去 七地入口这块也就是岸边了 可以再按上休息之类的 游客也能从这块的玻璃看到 从这一看 就更有进入地下观景区现场的冲动了 再来稍微修饰一下这附近的地形 增加一些植物 一些绿色 反正有点太假了 正常来说上面就是这些小树小草 七地里海豹海龟应该多加点沙子吧 具体怎么搞 大家可以提提建议 咱这也不是特别专业的动物专家 然后海底 也就是游客的观景区 这里得增加一些水下植物和石块一类的 因为这款游戏没有专门的水下植物 咱们就装一些相似的 这种大片的草 再来一个藤蔓 各种乱七八糟的石块再放一放 怎么样 看起来还行吧 以后慢慢调整 那水下的路边肯定也需要路灯了 还有地下观景区的入口 我发现我这人多有点强陌症 那这边入口处 咱们用石块摆出个景观 可以放一些海豹的雕像 把这个大石板放到上面 待会放一个海豹招牌 可以放雕像了 其实大家建造的时候也可以这么来 建完以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在下方来两个聚光灯 晚上的样子也很美观 水下的话也需要一些灯 把水底稍微照亮一点 现在这个样子就差不多 看加上水以后的效果 觉得漂亮的给大家来个点赞好不好 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了 在交易市场买上两只海龟 两只海豹 直接运到这个漆地 鲸鱼漆地需要的面积是很大的 之后咱们再想办法扩建 建造一个专门的鲸鱼展区 我觉得这个动物园可以叫做海洋公园了 OK海豹出来了 跟你们想象中的区别大不大呢 这小肚子这么有弹性 弹着就要往水里跑 后面这两只肯定就海龟了 海龟跟之前养的大乌龟 还是很大差异的 快快 逛我水里爬 观众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你们在水里的样子了 我去 这些游客太真实了 那这海豹海龟都过来了 别得提高美美价钱了 成人20 小孩10块不着急 以后慢慢往上调 给他们放个饲料盆 放几个玩具 水下来个土鱼机 成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 就是水里游泳的海龟了 咱们基本啥都见过了 就海洋生活和娱乐没见过 之后慢慢见到 适合他们的棋地 已经有游客过来了 对了 还有海豹呢 这还在岸边坡的呢 可能是刚上岸啊 行了 那咱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 喜欢的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